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北京和印度突然爆发了边境冲突 不过这次冲突的情况显示 有可能解放军已经不听习近平的指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说这件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 印度在12月12号宣布 印度军队和中国解放军的边防部队上周末 再次在喜马拉雅三边境地区爆发了冲突 双方均有多人受伤 这次发生冲突的地点和上次2020年发生刘杰冲突的地点不一样 不过也是双方有争议的领土地区 中国称之为藏南的达望地区 另外印度军方的消息说 冲突的现场印度方面有150人 而解放军有300人 当时解放军受伤的人数远多于印度军队 印度至少有6名军人受伤 甚至还有消息说 有12名解放军的士兵被俘 不过很快就被释放了 在这个冲突发生之后 双方士兵都很快离开了出事地点 目前事态是暂时平静下来 在一天之后12月13号 印度国防部长发表声明 指责北京试图单方面改变喜马拉雅 有增益边境地区的现状 导致了双方的冲突和人员受伤 印度军方的消息称 中国军人挑衅靠近实际控制线 也就是事实上的边境线 而印度军人随即就采用了强硬而坚决的行动 就是说阻止了中国军人的这个挑衅 根据印度方面释放的一段录像 显示一群解放军士兵 就来到这个实际控制线的铁丝网附近 但遭到了印度军方的反击 印度士兵挥动长木棒 打击解放军的士兵 而解放军方面基本上是被动挨打 而且打不还手没有反击 最后解放军士兵被打之后 撤退离开了这个实际控制线 印度士兵开始欢呼 从这一段印度方面释放的录像来看 这一次的边境冲突是印度方面赢了 解放军输了 而且还是输得很惨 很没面子 被对方打得逃跑了 北京对这次中印边境冲突十分的低调 并且没有对印度提出一个抗议 这就等于说默认了北京自己的理亏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只是淡淡地说 据我们了解 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稳定 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 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北京外交部这样的说法等于就是自认理亏 等于说默认是自己挑起的事端 因为印度国防部长向北京提出了抗议 指责这个事端是北京挑起的 而北京沉默不发声 没有针锋相对 反过来指责印度方面挑起事端 这也是一个很奇葩的 是过于低调 因为习近平号称战狼外交嘛 这样一来等于是骂了还不敢还口 那就是太怂了 而且怂得还不正常 解放军的西部战区发言人 对这次中印边境冲突啊 也是非常的低调 只说了短短几句话 西部战区发言人说 12月9日西部战区边防部队 为中印边境东段东张地区 失控线中侧一方 组织例行巡逻 遭到印军非法越线拦阻 我应对处置专业规范有力 稳控现地局势 目前中印双方已脱离接触 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管控约束一线部队 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 西部战区发言人的讲话是更怂了 甚至都没有提到受伤的事情 印度方面说至少有6名印度军人受了轻伤 而解放军受伤的人更多 北京方面是不敢提军人受伤的事情 等于是拖面自干了 想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更有意思的是 解放军西部战区发言人明显他是在撒谎 他说是解放军的巡逻队遭到了印方非法的越线拦阻 我们从印方释放的这个录像来看 解放军参与冲突的人数有几百人的样子 绝不是一个巡逻队的规模 因为所谓的边防巡逻队也就是十几个二十个人的样子 绝不会有几百人一起出来巡逻的 几百个人出动 那就不是巡逻了 那就是军事行动 所以这次北京一下出动几百人 显然他就是一次军事行动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一下 这次解放军出动几百人的军事行动 他是一个主动的还是一个被动的 这个原因现在还不太好说 因为中印双方确实也都有挑起事端的动机 不过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目前在中国国内被新冠疫情搞得焦头烂额 如果是在中印边境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 就一下子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就让那些小粉红们要同仇敌看 就是爱国 一下子可以冲淡人们对疫情的关注 客观上就可以帮习近平来解围 所以这次印度方面说 这是北京主动挑起的事端 看来印度方面的说法有可能是对的 那也就是说 这次解放军是进行了一次挑衅的事端 就是派出了300人的士兵进入双方有争议的实际控制线附近 来引来印度方面的反击 如果这次双方发生一场小规模的流血冲突 双方用冷兵器互相打斗 双方各打死几个人 这样就会引发中国国内的舆论爆棚 人们对疫情大爆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这个中印边境冲突给转移了 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对习近平是一个有利的事情 所以有理由来推测 习近平他亲自指挥派出300人的解放军士兵 主动去进入这个中印边境增益地区 准备用冷兵器和印度士兵来对打一场 但是解放军这个边防前线部队 却对习近平的指示来了一个软抵抗 虽然说他们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 派出了300人进入这个增益地区 但是这个300人是赤手空拳 他们什么兵器都没有带 我们看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 根据印度方面曝光的照片 中印边境执行任务的解放军士兵 他们是手持关公刀 拿着狼牙棒这些冷兵器 也就是说这样的关公刀狼牙棒 已经是中印边境部队的边境地区 解放军部队的一个标准装备 如果这次解放军执行任务的时候 带着这些关公刀狼牙棒的冷兵器 和印度方面对打起来 那肯定那是要出人命的 但问题是解放军士兵 他们自己不想死 2020年中印边境流血冲突 已经让解放军士兵知道 如果他们带着这些冷兵器 去和印度的士兵打斗的话 那双方都是要死人会出人命的 如果说前线的解放军士兵 有那种所谓为国捐躯的必死的觉悟 他们就会带着这些关公刀狼牙棒 去和印度人拼命地打 但是呢 如果是解放军他不想为国捐躯 他们想活命的话 他们最好呢 就是什么兵器都不带赤手空拳 因为解放军方面 赤手空拳打不还手 那印度方面也不好往死里打嘛 这样一来呢 解放军士兵顶多挨几下棍棒 但不会丧命 然而解放军 他们赤手空拳去执行任务 那遇到挥舞大棒的印度士兵 必然是要失败的嘛 你赤手空拳的人 肯定是打不过挥舞大棒的人 所以呢 习近平是不可能派解放军 赤手空拳去执行任务 因为赤手空拳去执行任务 必然要失败的 可是前线士兵 他们也不愿意执行习近平的命令 因为习近平让他们带武器 去和印度士兵对打的话 等于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这些解放军士兵想活命 不想送死 他们就对习近平的指示 来一个软抵抗 他们就派着300人进入双方 有争议的地区 但是他们不带任何武器 赤手空拳 还打不还手 故意让印度士兵打 挨打之后 他们就故意就退回来 保住自己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就看印度方面 公布的这个录像啊 显然解放军士兵 他是没有带武器的 而且还是打不还手 当然了 就被印度士兵啊 轻易用棍棒就给打跑了 有人认为这是解放军士兵 太闹肿 太胆小 这个看法其实也不正确 因为在那个情况的话 如果是解放军士兵 真是大打出手的话 那肯定 那是要死人出人命的 问题是解放军士兵 愿不愿意死呢 他们愿意不愿意 为中共捐躯 愿意不愿意 为习近平卖命呢 如果他们不愿意 为中共捐躯 不愿意为习近平卖命 那这个时候 闹肿胆小 撤退逃跑 才是一个活命的好办法 所以我们从印度方面 公布的这个录像来看 解放军士兵 应该是不愿意 为中共捐躯 也不愿意为习近平卖命 这样一来 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个事情麻烦大的 因为他要指挥军队 指挥军队前提 就是军人愿意 为他去卖命吗 愿意为他上战场 去送死吗 如果军队不愿意为习近平卖命的话 不愿意为他去送死的话 那就是习近平就指挥不动军队了 要指挥军队去镇压国内那些 手无寸田的老百姓还可以 你要指挥军队去跟那些 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军队去打仗 那根本是指挥不动的 我们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 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 大家都把战争放到第一位 已经没有人在管什么新冠疫情的问题了 现在从来没有人谈起 也没有人关心 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 他们新冠疫情到底是怎么样了 所以如果是中国和印度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就很可能造成中国民众注意大转移 也就没有人再关心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问题了 大家都会去关心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习近平是有这个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动机的 因此呢 这次中印边境冲突啊 有可能就是习近平指示解放军 要在中印边境和印度军队用冷兵器打一下 打死几个人 来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 制造一个事端 煽动中国民众 特别是那些小粉红所谓的爱国热情 让人们暂时忘掉目前的新冠疫情 枪口移植对外 这样一来 习近平又可以度过这个新冠疫情大爆发的难关了 可是习近平没想到解放军士兵不听他的指示 不愿意为他卖命 赤手公权去让印度人打 挨打之后 然后就跑了 这就让北京在这场冲突中是不战自败 灰头土脸 败下阵来 解放军被印度轻易打败 就让习近平挑起这个中印边境冲突 转移人们注意力的这个计划又失败了 因为你一个失败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宣传了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一次的中印边境冲突啊 又成了习近平的一个新的烂尾工程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